一项里面有一个是战略 一个今年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求公司的战略 我很担心他是不是有点纸上谈兵 我刚才在台下看见他 他用冷眼撇我 他的目前的期望的星期四千 和他现在变成是二十K的时候 从四千到两万 在中间短短的时间是凭什么 我很好奇 他是我们所见到的 就是应届毕业生当中 期望薪资最高的二十K 还有一个他这个大学的本科的专业 是计算机科学 但是他第一份应该是实习的工作 就已经是产品总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匹配度有点奇怪 所以很期望看到他 到底是什么样的才华 他口才应该是不错 但大家发现没有 他想要那个意向的工作 是内容战略和运营 但是他在意向企业里面 这一栏是空着的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 要想去做战略的这种人 他应该是一个人 做很多的调研工作的 那这一点上 我觉得可能是 现在看起来差一点 好 他在这个同事当中 眼中是有领导力 有创造力 这一点我觉得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我们非常期待 现在又有才华 口才又不错 我来跟他打个招呼 牛一鸣 在 你刚才为什么用冷眼瞥我 那个是跟您对个暗号 听说你口才不错是吗 时不时的 那你为什么不参加奇葩说呢 其实这个节目之前 也有一个面试的机会 但当时我在做一些 其他的商业方面的一个项目 就错过了 这个待会儿台上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说一下 行 在上台之前 你说句好听的 我就让你上来 看看你想说什么 您在台下是深沉睿智 在台上那简直是光彩招人 掌声有请牛一鸣 大家好 我叫牛一鸣 今年五月毕业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我个人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也时常会接收很多不同种类的信息 大学期间过去三年 一直是我校华语辩论队的队长和教练 也于去年的九月份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辩论节目 商业方面 我有一些参与实际赚钱的项目的经验 在去年的九月份 我为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华人教育公司 设计过一款教育产品 这个产品从策划 设计 运营 推广 交付 全部我自己亲力亲为 那这个产品在两个月内也达到了一个一百万的销售额 今天在这里我想找一份产品运营 或者策划以及内容输出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刚才说你是辩论圈的老人 是加拿大辩论圈的老人 对 你辩论的方法和策略有什么特点吗 我在辩论方面和大家所印象中的特点其实不太一样 大家印象中的变手可能会是那种唇枪舌剑非常犀利 我对辩论整个场上宏观的把控 以及在辩论的时候 你怎样去传递一个整体的观点 可能会更感兴趣一些 风格上可以转换的多样一点 没有那么犀利 对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上面写你是一个综合性人才 因为我们大学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 就是转专业会很轻松一点 然后我在最一开始进入大一的时候 本来学习的是商科 工厂管理一类的专业 但是我在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 可能我在理科方面会更好一点 我就转入了金融建模 但是在金融建模这个领域里 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最后我就重新在大三那一年转入了计算机 毕业了 所以大学的时间是耗时了五年的 但是我同时综合了商科的背景 数学的背景 还有计算机的背景 所以这方面可能综合性会强一些 那总要有一个稍微突出一点的 人不能多而不惊 对吧 你最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最大的优势实际上是我的逻辑性 刚才我说的这三个专业里 实际上我最擅长的还是计算机 因为毕竟是从这个专业里边直接毕业的 但是计算机这一块可能做算法和理论 在我们学校教得多了一些 对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今年五月底刚回国 为什么想回国 不在那边找工作 还是 有难言之隐 还是家里 家里还有我能发光发热的地方 对 就是我感觉在那边 能用得到我的地方不多了 在今年五月底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 我在我的高中去 做了一次商科的夏令营 这个夏令营是我全部 亲力亲为的 拉了两个合伙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 亲力亲为这四个字 好像你是多大的官员司的 我还亲自上厕所呢 这就是成语和两个字的区别 是我自己亲自参与的 还要亲自 是参与的 然后拉了两个合伙人一起 但是在做这个夏令营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 中国的英语教育 可能还有一定的发挥的余地 我们就调研了一下 目前中国的在线英语的现状 针对其中的一些 也不能说是痛点吧 一些仰点 去进行了一些改进 比如说 像一些在线英语的企业 它一年的学费是两万块 这个价钱在二千千城市的 大部分的普通家庭 是消费不起的 那为什么失败了呢 因为当时 我亲自问一下你这个事 我也没法让别人替我答 你也亲自回答一下 好 那我亲自回答一下 两个手不要脸 是因为 当时对于市场的把控 第一出了一个问题 是二三线城市 它不管多少钱 本身对于在线教育 没有那么大的接受程度 第二也是因为 在我们可能马上就要向父母伸手 要钱的那一个关头 我们商量了一下 不行 这个事 这个事风险太大了 投资人并没有办法给钱 今年的经济形势 也出了一些问题 多多一善 一百万到一千万之间 所以你妈如果真的你向她要了 她会剁你的手 对 你的PPT里面有这个教育在线的资料 这个PPT里讲的是另外一个项目 来 我们看一下PPT 首先第一步 我发现了市场存在一个机会 我们学校的商学院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商学院有一个特点是 大三才可以入学 大一大二的时候 这就造成了一个空档 也就是大一大二 你需要完成一定的学业成就 才可以进入到大三的商学院里 当时在我们学校 对于这些成就都有独立的辅导 这个是第一 我发生的这样一个机会 第二是 我把这些独立的辅导 在我们这个公司里进行了一个大包 变成一个套餐 指向非常明确 就是帮助学员进一位商学院 那么把综合的这些能力 进行了一个资源整合之后 就出现了Iduo Access这样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就卖的 其实比我想的还要好一些 当时我可能觉得 16万 20万这样一个产品 会有人去付费 但事实上两个月以内 我们就找来了五名学员 我为什么在这个PPT最后写说 这是一个可复制的思考过程 是因为我认为这种能力 它不是只针对这一个产品的 也不是只针对加拿大 这一个市场的 是伴随我后面会越来越增强 也可以为各位的企业 创造价值的一种能力 作为一个变手 他应该具备的素质 是能够观察到 观众在听他说话时的状态 他的沟通表达技巧 应该都非常棒才对 可是那么冗长的一段话 那个时候可能 企业家跟观众都有点不耐烦了 你其实不太想一个学计算机 或者做辩论的 就是你的话有点啰嗦 有时候让我都有点抓不到重点 但是小牛 我觉得有个问题 太能说的人 他做事可能就不深入 你刚才做三线教育 对吧 你就得出一个结论 二十三线城市没有这市场 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结论 然后你做这个事 其实你要深入做下去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务 所以沐妍得出来的结论 是他太能说 但不能深入 我的感觉什么呢 就是小牛你是 可能是说得多 做得少 因为动不动就要亲自做 这个是挺可怕的 而且做一些事 就喜欢特别上升到理论高度 在实际的职场里面 我估计你天天在总结这个理论 而实际干得会比较少 梅总 我觉得这有什么恐怖的 一个年轻人 做了一件事情了之后 然后把它上升到理论 然后再去做下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质 不是 他上升到理论 如果 这是他没坚持问题 不是 他那个项目再坚持 而且一直在做着 其实他现在大学毕业了 你不想回国而已 我就说一句 您最后说得特别好 那个项目再做 我不觉得他会失败 他现在还是在做的 但你为什么不参与了 我想回来 我在加拿大也遇到过 在中国创业很成功的企业家 多方面评估之后 现在这个时间点 去加拿大找工作的竞争力 顶多也就是中等 就是中等偏下的 我的硬自力 因为我所有做的事情 是跟华人相关的 上的是中央电视台 所以我回来了 以你的这个 受了这么好的教育 回来以后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看到的求职 去直接要两万块的 应届毕业生 其实不多 那你觉得 在这个心态 你对自己的认知评价 和你这个国外的 这个教育经历 对你的心态 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第一 我觉得从应届去横向对比的话 我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因为我实实在在地 真的把钱赚过 我赚过一百万 第二一点是 在一个多星期前 实际上刚刚拒绝了 新东方的托福老师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 不值两万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你之前赚过两万 或者说你未来进入到 一个企业的一个岗位的起薪 它其实跟你之前的经历 和你的收入不一定是花等号的 其实我对你是感兴趣的 因为我没有教育类的这个产品 你的表达能力不错 你对教育有一些了解 如果比如说 把你放在一个销售岗 那我可能给你的起薪 就是可能是八千起 这都已经很高了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调整一下 你的心态 就把你之前的稍微放一放 不愿意 昨天晚上 我和一个北大毕业的企业家 聊 聊得很好 所有的都聊得很好 最后他说他想找一个小合伙人 几千块钱 你别谈别的 有情怀 对不起 我现在缺钱 因为我留学花了很多 这个男生就属于那种 在同龄人当中 因为有一技之长 所以非常自信 稍微倒有点狂傲的类型 但是毕竟你读书花了多少钱 和你有能力能挣多少钱 这毕竟是两回事 咱们不能把它放在一块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 最关键的是 你是真的做好了 要回家好好干吗 是的 你就直接回答我就可以了 好 回答我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问题 最低薪资是多少 是两万吗 一万五以下不考虑 确定 来 第一轮选再修我了